同学们好,继续学习借款费用 在上节课把借款费用的计量 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如何来进行计算 原理做了说明 对于专门借款来说 那就是资本化期间资本化,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金额的利息费用靠掉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去的收益计算 而对于一般借款来讲呢 要用项目占用的资金超过专门借款了 用资产支出价全平均数 只超过专门借款部分 然后乘以资本化率来计算确定 也就是说一般借款 我们并不是资本化期间全资本化的问题 资本化期间也可能有费用化的事情 继续看教材立体 教材上的例三 严用例二 假定ABC公司建造办公楼没有专门借款 占用的都是一般借款 那就没有专门借款都是一般借款了 有专门借款先考虑专门的 然后才是属于一般的 ABC公司为建造办公楼占用了一般借款两笔 具体如下 第一个向A银行长期的贷款2000万 期限是20毛6年12月1号 至20毛9年12月1号 年率率6% 按年支付利息 第二发行公司债券是一个亿 于20毛6年1月1号发行 期限是5年 年率率8% 按年支付利息 我们前面那个题目 第二里面大家看到了 资产支出是发生在20毛7年的1月1号 20毛7年1月1号 为构建固定资产的活动已经开始 那如果在此之前 你看钱都借来了 当然就应该在20毛7年1月1号就开始资本化 两笔借款 应该在20毛7年1月1号都有了 我们考试也会是这样 所以要算两笔借款的利息的时候 那就简单 你就是2000万乘以这个6% 加上一个亿乘以8% 这不是两笔借款一年的利息吗 然后除以2000万加上一个亿就完了 这是他的计算 不会说搞得很烦 告诉这个钱啊 在20毛6年12月1号有一笔 那当然说已经借来了 20毛7年1月1号就有 另外一个呢 在20毛7年7月1号才借了 如果万一是这样的话 那你在20毛7年的上半年 根本就没有价权的问题 只有到20毛7年7月1号才有价权的事 不要就是简简单单套公式 因为现在我也还看到了 仍然有的一些书 还在写 以前那个公式 分母还在乘以十二分之几 那怎么可能呢 我们要谈利率 你就是想 在某一个点上 那个时刻的利率多少 按天来 年化利率乘以三百利率 不就完了吗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 好 继续往下看 假定这两笔一般借款 除了用于办公楼的建设外 没有用于其他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构建 或者生产活动 假定的全年三百六十千计算 其他资料都是沿用力二的 没有专门借款 都是一般借款 所以我们算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时 把一段期间占用的都往前折 折算到最开始 比如说二零某七年一月一号都折到那点上 折算到一个点上 才可以相加呀 才具有可加性 那肯定是这样的呗 继续往下看 计算所占用一般借款资本化率 那两笔借款在一月一号都有了二零某七年 那就是往后两笔借款一年的利息 两千乘以百分之六加上一个亿乘以百分之八 然后就除以两笔借款本金 完了 两千再加上一个亿 算出百分之七到六七 这就加权吗 以这个借款的本金为权重了 我不说没有简单的算利率 那简单平均是百分之七啊 百分之六加百分之八除以二 这个不行 这要加权算 然后说计算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往前折 七月呃 先是说一月一号支出的是一千五 七月一号呢 又支出两千五 这是在二零某七年 那这一千五 那就算了 他乘以三百六十分之三百六 反正一月一号就有 直接一千五就完了 七月一号两千五 那要乘以十二分之六 因为半年的时间 或者三百六十分之一百八 那全力按照三百六十天来进行计算 那这数是二七五零 那再看二零某八年 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那这个稍微要注意 说四千加上一千五 乘以三百六十分之一百八 也就是说在二零某八年 六月三十日之后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已经停止资本化了 那资本化的时间是上半年 为什么有个四千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在我们所计算期间 以前发生的支出 如果占用一般借款了 那一定认为 在我们现在所计算期间的 开始都存在 这是自然的事情 比如说在二零某七年 一月一号支出一千五百万 盖的是第一层楼 那二零某七年七月一号 又支出两千五百万 盖的是第二层楼 等到二零某八年一月一号 又支出一千五 那建第三层楼 那你说前两层楼有没有 一定有 直接建第三层 我们又不是在太空上建的 怎么可能呢 这样 等到二零某八年一月一号 又发生支出一千五百万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占用的一般借款 那就得是原来有的都存在 四千一千五加上 两千五四千 发生的支出一千五还得算 那这么一个概念 那如果说我们二零某八年 假如说支出数呢 是在二月一号的话 那你得分着算 认为呢那四千万 我们是四千乘以十二分之六 然后这个呢 二月一号才开始的吧 一千五再乘以十二分之五 得那样来进行计算 不过我们这是在二零某八年 一月一号已经发生支出了 一千五 所以以前的要算进来 因为呢已经是在这存在着 那接下来 第三计算每期利息资本化金额 二零某七年为建造办公楼的 利息资本化金额 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两千七百五十 乘以我们算出的 加权平均利率 百分之七点六七 我想考试如果有 涉及多笔借款 他应该是 在开始资本化之前 两笔借款都有了 都有的话呢 加权的时候计算就简单 一年的利息 除以本金合计就完了 加权平均利率 那二零某七年实际发生 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 就应该两千乘以百分之六 加上一个亿乘以百分之八 就不二十 资本化的有了 总的有了 也说过一般借款计算时 不用去考虑 为动用一般借款取得收益 就用利息费用 扣掉资本化金额 那就是费用化金额 再看二零某八年 建造办公楼的 利息资本化金额 我们二零某八年 只算上半年的 下半年没管 所以他等于同样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是二七五零 然后乘以百分之七点六七 等于二百一十点九三 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 二千乘以百分之六 加一个亿乘以百分之八 这是一年的 但是我们只算到六月三十号 半年的时间 所以这里面 再乘以十二分之六呗 四百六 分路 二零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再建工程资本化结合有个计算 应付利息有个计算 这是一年的 两米借款利息合在一块 九百二十万 然后这个财务费用 那就是一个差额 因此大家看到 不是说一般借款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那这资本化期间又费用化的问题 因为没用那么钱 没用就费用化 用的那部分才资本化 二零某八年六月三十号 这是半年的 一共应付利息四百六 再建工程 那寄进去 二百一十万九千三 所以这同样财务费用是一个差额 如果算一般借款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你就用一个期间总数 扣掉资本化的金额来计算 费用化期间 当然都费用化 这没有问题 资本化期间又有费用化金额 我们再看一下教材的例四 沿用例二 例三 假定ABC公司为建造办公楼 于二零某七年一月一日 专门借款两千万 借款期限是三年 年利率6%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专门借款 在办公楼建造过程中 所占用的一般借款 还是两笔 一般借款有关的资料 沿用例三 其他资料呢 跟例二例三都一样 所以就是这个题目 是假定啊 有一笔专门借款 然后呢 还有一般借款两笔 算是比较复杂的情况 那我们当然 项目占用的资金 首先考虑的是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用完了 才去考虑一般借款 具体来看 第一个计算专门借款 利息资本化结构 最后的要形成资本化金额 肯定是专门借款 一般借款的合计数呗 专门借款在207年 利息费用2000乘以6% 然后看呢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由于在207年 1月1号的专门借款2000万 当日发生的支出 1月1号那个点上 1500 未动用的500 之后再乘以0.5% 因为月收益率是告诉0.5% 6个月的时间乘以6 没问题啊 之后呢 我们看到207年7月1号 又发生了资产支出了 累计的支出数 已经到了4000万 而我们的专门借款只有2000 所以在207年7月1号 根本就不存在着 占用什么 有多余的专门借款 未动用取得收益的问题 因为都已经用完了 后面没了 算出来的资本化金额105 那208年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 只算到上半年 2000乘以6% 那再乘以6% 等于60万 同样呢 208年1月1号 也根本就不存在着 未动用专门借款 那也谈不上去的 收益的问题了 没了 在207年7月1号 专门借款都用完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 计算一般借款资本化金额 一般借款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 用的 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是发生的支出 在207年7月1号 累计的是4000 而专门借款啊 一共才2000万 那这样 就说7月1号 发生的支出一共2500 2500里面 你先是考虑 用的 专门借款 因为专门借款不2000万吗 1月1号用了1500 先考虑那500 剩下那2000万 占用的就是一般借款 这是个顺序 那当然后面 208年1月1号 发生支出 肯定占用的也是一般借款 以后都是了 先是专门借款 然后这一般借款 都没了 才是自有资金吗 那下面折呀 207年占用一般借款 资产之后 加薪平均数 我们算加薪平均数时 最好都是按年来 按年来之后算 利息费用时候 直接就乘以年利率 你别管资本化 什么费用化 都这样来算 这样的2000 你看整个资本化 在207年一年 资本化的期间 占用一般借款的 7月1号就开始了 到年底 6个月的时间 所以乘以12分之6 或者我们书上 360分之180 考试一般 还是写12分之6 可比较好一点 那就等于1000万 折算到207年的 相当于年初了 然后这样的话 乘以年利率 就是一年的算 它的资本化金额 因为是资本化期间 然后由于一般借款 资本化率 跟利3是一样 还是7.67% 利率你别管说 我现在用不用啊 这个钱 利率就在那放了 因为两笔借款 现在都存在 你要算它加权利率 那就是7.67% 或者就年化利率 那207年 英语资本化的 一般借款利息 1000乘以7.67% 你看我们的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这也是不 已经算完了 12007年的 已经折算到年初了 利率呢 就乘以年的利率呗 这年化利率 不就7.67% 等于76.70 208年 占用了一般借款的 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一样啊 208年1月1号 不又支出1500吗 那这2000是什么样 在什么时候 又已经发生支出了 207年7月1号 我前面说过 你要算一般借款 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一定要把所计算期间 之前的 那些占用的 一般借款支出数 在我们所计算期间的 开始就有 比如说 208年 现在算它的 一般借款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那你在208年之前 占用的一般借款 认为208年 1月1号都存在 实际上 它本来就应该占用的 我前面跟大家也谈到 就跟盖楼一样 不占用不行 那2000再加上1500 这1500是208年 1月1号的 半年的时间 乘以十二分之六呗 1750 208年应于资本化的 一般借款利息金额 那就用1750 仍然乘以7.67% 利率还是一样 就两笔一般借款的利率 加权算的7.67%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 公司建造办公楼 应与资本化的利息金额如下 207年利息资本化金额 专门借款105 一般借款76.7 所以合在一块181.7 208年的 专门借款60 一般借款134.23 不就这样来算吗 等于194.23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 有关账务处理 207年12月31号 这块借方再建工程 我们已经计算了 1817000 不就这个数吗 1817000 181.7万 然后应收利息 为动用的这一部分 存到银行取得的收益 反映到应收利息 或者银行存款 那就看情况了定 贷方应付利息 那整个的两笔 三笔了应付利息 就说2000万乘以6% 我们有的一笔 专门借款 然后一般借款两笔 一个2000乘以6%的 还有一个1乘以8%的 所以这三笔 应付利息数 207年是 1040万 再建工程有了 应收利息有了 我们财务费用也说过 这个财务费用 它就是一个差额 因为涉及到有一般借款 就这样来处理 208年6月30号 借方借贷金工程 也是有个计算 贷方应付利息 三笔借款半年的 所以财务费用 这也是同样一个差额 这就是它的计算 接下来我们看 18年的一个多选题 财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主要从事商品房的 开发和销售 17年度 财公司发生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录像 1.1月10日 经拍卖取得一块 70点使用权的土地 用于建造自用的实验室 第二 为开发商品房 占用了一般借款 第三 将未使用的一般借款 用于短期投资 贾公司没有专门借款 按开发商品房 发生的累计支出 加权平均数 成一所占用一般借款的 资本花率计算 确定资本花利息金额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中 关于贾公司上述交易 或事项会计处理的 表述中正确的有 就是说给定这几项 我们如何来进行会计处理 我们看给的选项 A 将一般借款的资本化 利息金额 寄入所开发商品房的成本 这个没问题 就是商品房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完全寄 可以资本化吗 B呢 将一般借款 用于短期投资 获得的收益 充减所开发商品房的成本 我们这个并不是属于专门借款 如果专门借款的话 那当然就是资本化期间 可以资本化吗 取得的收益 可以冲资本化的金额 但是一般借款 没有冲资本化的一说 要是有收益 直接冲当期的财务费用就完了 再看C 将建造自用实验室的土地 17年度的摊销额 寄入所开发商品房的成本 那这个不行 我们买的地建实验室的 那属于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根本摊销 不能往商品房成本里面寄 那如果说你要是建商品房买的土地 也不用摊销了 直接就全部寄入到存货的成本中 最后形成开发商品房的成本 地 将建造自用实验室的土地 确认为无形资产 并按70年摊销 这个没有问题 就说我们买的地 你要是自己去建办公大楼 自用的 或者说建实验室 那当然 要作为无形资产来进行反映的 这是这个题目 所以我们看呢 给的 就这些选项里面 A和D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13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建造一条生产线 按工程预计工期是两年 建造活动自2014年7月1日开始 当日预付承包商建造工程 本款是3000万 9月30号 追加支付工程进度款2000万 甲公司 该生产线建造工程占用借款 包括 第一个 2014年6月1日介入的 三年期专门借款4000万 年利率6% 第二个 2014年1月1日介入的两年期一般借款3000万 年利率7% 甲公司将闲置部分专门借款投资货币市场基金 月收益率0.6% 不考虑其他因素 2014年 甲公司 该生产线建造工程应于资本化的利息费用是多少 题目里面有专门借款也有一般借款 那专门借款要真正资本化的金额 一定是属于利息费用扣掉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计算 而一般借款当然不用去管 未动用一般借款取得收益的问题 那这个题目呢 是2014年7月1号就开始了建造活动 预付了工程承包款是3000万 我们的钱呢 在2014年6月1号就有介入 所以 7月1号应该开始资本化了 开始资本化的三个条件都已经满足了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为止资产达到运动和使用状态的构建活动已经开始了 那在2014年的时候 没有任何暂停资本化 然后再看 发生的一些支出啊 当日预付承包商的款项是3000万 而我们借的款项呢 6月1号的时候是4000 因此在 7月1号 就是开始资本化之后 预付3000 未动用的还有一千万 等到什么时候 就动用了 9月30号又追加支付工程 进度款2000 那这2000万我们看到 把那个1000万专门借款全用完了 剩下的那1000万 占用的属于一般借款了 这么个概念 所以大家看一下计算的过程 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进行计算 4000乘以6% 乘以12分之六 专门借款啊 专门借款我们 在2014年 资本化的时间6个月 那要减去 7月1号未动用1000万 到9月30号三个月 月收益率0.6% 所以1000乘以0.6% 再乘以三个月 未动用的取得的收益 我们再加上 9月30号当时占用的是一般借款 那一般借款乘以7% 三个月的时间乘以3分之三 119.5 在他的计算 以上呢 就是关于利息 还有折一价的摊销 其实我们 教材上没有涉及到 折一价摊销这件事情 应该 如果有的话 你要知道 它是用 7出贪于成本 乘以11率的计算 来进行反应的 那我们看下面 就是辅助费用 辅助费用 应该是摊销 就说要把借款辅助费用 记入到负债的处置 确实金额 那这一部分以后 摊销是该资本化 就资本化 该费用化 就费用化 那这样来处理 是合适的 所以不是说 把这个辅助费用 好像就直接 马上全部的资本化 或者费用化 因为它要执行 金融工具 确认这两种准则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借款费用利息 这一块的处理吧 借款费用利息费用 怎么做 如果是专门借款的话 来这个很简单 你算资本化的金额 就是专门借款 资本化期间的利息费用 扣掉这个期间 没有动用 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与资产支出不挂钩 根本就不管它 这是专门借款 那一般借款 如果要算资本化金额 前提是 项目占用的资金 超过专门借款了 超过部分 我们要把一段期间 占用一般借款 折到期初 那叫累计资产支出 加全平均数 然后你算起来 再乘以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而这样来进行计算 那对于费用化的金额 我们对于专门借款来讲 当然就是可以 算费用化期间的利息费用 扣掉费用化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来算 也可以用总数 就说 总的利息费用 扣掉总的没有动用 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再减去资本化金额 两个都行 而一般借款要算费用化金额 那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 总数 扣掉资本化金额计算 如果说有 闲置的 一般借款未动用部分取得收益 如果给了 那你当然也要把它给充了 而一般可能回避它 如果给 给就充呢 这是费用化金额的计算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第二 外币专门借款汇率差额 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在资本化期间内 外币专门借款 本金及利息汇率差额 这说的是专门借款 应当与资本化 记住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的成本 对于外币一般借款 这一部分的借款费用 直接记当机损益 不于资本化 要不然也不好办 你说外币一般借款 这一部分 再来个汇率差额 到底是资本化 费用化 因为我们一般借款 是用多少算多少 不是说资本化期间 都资本化呀 费用化期间 当然费用化 所以 咱们一种简化的处理方式 只有外币专门借款 那是明确的 为这个项目专门借入的 它的本金利息汇率差额 才可以资本化 而一般借款这一部分 不资本化 全部都费用化 就完了 看一下教材的例 甲公司于2011年1月1号 为建造某工程项目 专门以面值发行 美元公司债券是1000万元 年利率8% 期限是三年 假定不考虑与发行债券 有关的辅助费用 未支出专门借款的利息收入 或投资收益 合同约定 每年1月1号支付上年的利息 到期还稳 那这样呢 接着 工程于2011年1月1号 开始实体建造 2022年6月30号完工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期间发生的资产支出录像 2011年1月1号支出的是200万 7月1号支出的是500万 2022年1月1号支出的是300万 这是发生的一些资产支出 当然没什么用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说的是一个 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与资产支出不挂钩 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外币业务采用 外币业务发生时 当日的市场汇率折算 相关汇率如下 2011年1月1号 市场汇率为1美元等于7.7元人民币 2011年12月31号 市场汇率1美元等于7.75 2012年1月1号 市场汇率1美元等于7.77 2012年6月30号 市场汇率1美元等于7.8 那当然这些呢 会要告诉我们 因为是牵扯到一个汇率差额的问题 那这个例子里面 公司计算外币借款汇率差额资本化金额如下 先是第一个 计算2011年汇率差额资本化金额 那债券的应付利息 就说在2011年 款项呢 当时 已经是 1月1号 就借来了 算了一些一年的 1000万美元 年利率8% 然后折算成 记账本位币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按照书上来 书上是用期末的这个汇率 就是2011年底给定的汇率7.75来算的 那当然就说一段期间要算这个利息 那国际准则也谈也可以用这种平均汇率的呀 因为我们的利息是针对一段期间的 那平均汇率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笔款项 当时7.70啊 1月1号的时候 那这7.75 我们可以7.70加上7.75除以2呗 那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就是用期末这一天的来反应了 美元一共是80 而这个呢 用的汇率是7.75 期末这一天 算出折算成记账本位币的620 这是债券的应付利息 本金部分的汇率差弱 利息部分就没了 因为我们利息部分 你80万 具体利息是用了7.75 我们应付利息等到期末调的时候 还是调到7.75 就就就没有没有出现差 但是假如说 在 具体利息是用一个平均汇率 而期末应付利息呢 还必须得调到7.75 那利息部分也会有差弱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借再建工程 贷方贷应付利息 就是这个数 620万 接下来看 外币 前面这是计贴的利息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差额 汇率差额这个问题 那本金部分 本金部分汇率差额 1000 乘以呢 括号是7.75-7.7 就是说所有的一些外币账户 外币现金存款 外币的应付应付 期末都得是用 它的 外币余额 乘以期末这一天的 极其汇率反应 我们这项应付债券 就是本金部分 开始取了一些 2011年1月1号 当时7.7的汇率反应的 但是2011年底 要调到7.75 因为2011年底 给的汇率是7.75 然后再看 接下来 美元的利息80 乘以括号7.75-7.75 那这部分 你没形成汇率差额 只有本金部分有 那这个 但是要清楚 这个是属于 计题的 计题利息是用的 我们也用期末的7.75来算了 而所有的外币账户 担任应付利息也是 那这个呢 是属于期末调整的用的 由于计题利息 跟期末调整一样 所以没差 我刚刚说 要是计题利息 如果真的用平均汇率 那就有差额吗 得看情况了 账户处理 借贷金工程 代应付债券 所以这个50万 都是本金的汇率差额 利息这里就没有设计 再看下面第二个 2022年1月1号 实际支付利息时 我们要支付80万 要得付吗 就是在上一年年底提的80万 80万美元 那折的时候 用银行封款 银行封款减少的应该是 当期的 当日的积极汇率 我们要乘以多少 那你得看 这一天的汇率是多少 我们回到前面看一下 2022年1月1号 市场汇率1美元等于7.7 所以这块呢 应该是乘以80万 乘以7.7 外币存款 别管增加减少 都要用当天的积极汇率来进行反应 那这一天是7.7 而这一块的应付利息 减少数叫结算 债权的收回债务的偿还 把它叫做结算 结算被结算的债权债务 要用原来账上已有的汇率去减少 那我们知道应付利息 原来这个数在账上的2011年底 已经调到的是 多少啊 前面有一个调吗 调的是7.75呗 也就是说 我们反应的时候 当时是按照7.75来反应的 那这个呢 是7.77 所以当时反应多少呢 就是银行存款7.77 而应付利息当时是80万 乘以7.75这个数字 那是在2011年底 就是说 原来应付利息的汇率 按照什么来反应的 就是反应这个数字 减少是按照原来账上已有的去充减 把它全部就给清了 但银行存款又不是 我们现在还是在资本化期间 这样的就把它寄到再进工程了 所以借放再进工程 其他的一些结算 不是应付利息的 我们当然也可能会涉及到 用应付账款的收回啊 应付账款的偿还 那结算时也都是一样 减少的应收应付 用原来账上已有的汇率去反应 而我们涉及的银行存款当天的极其汇率 那差额呢 不是这种利息的 那都会寄当期损益 这个问题在外币折算的时候 还会说 那现在我们是 利息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 所以寄到再进工程了 数字是怎么回事 要清楚 这是一个结算的过程 第三 计算2052年6月30日时的 汇兑差额资本化金额 汇兑差额 半年的时间 债券应付利息 1000万乘以8% 它是一年的 我们半年的十二分之一 同样它在 在计题利息时 用的是一个7.8 就是用期末这一天的汇率 乘的 乘以7.8 外币美元的利息40 那乘以7.8 三倍12 这叫计题利息 借在进工程 代应付利息 三倍12万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外币债券本间级利息汇率差额 算汇率差额了 到6月30日 由于的应付债券 本金部分 我们得按照期末 6月30日的汇率来调了 本金一共是1000万美元 应该调到1000万乘以7.8 这个数字 但是呢 在此之前 实际上是20毛1年底 我们已经调到的数字 是7.75了 这样7.8 跟7.75的差 又会形成本金的汇率差额吗 乘以1000万 那利息 计提40 同样都是7.8 但两个7.8不一样 后面那个 刚刚也谈到了 是计提利息时用的 而前面呢 是期末调整 所有外币账户 期末都要调到期末的机极汇率 那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你说都用期末的计提 调又调到期末 应付利息就一定不会出现差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假如说 我们计提利息 一个季度提一次 负呢是半年负一次 那你季度末提的 跟最后支付可能也会有差 因为你第一季度结束提的 用那个汇率啊 第一季度末的 我们是说计提的 然后直接马上调到期末 一个就不出现差了 不过呢 我也谈到 如果具体利息 需要用平均汇率 那也会有差额 所以这个概念要清楚 40乘以7.8-7.8 两个7.8的含义不同 最后仍然形成的 都是属于 本金部分的汇率差额 借账截工程 代方代计应付债券 这是这个题目 那接下来看 15年综合题的一部分 注册会计师在对 甲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财务报表 进行审计时 对其当年度发生的 下列交易事项的 会计处理提出疑问 说希望能与甲公司 财务部门讨论 其中呢 有一个第四个事项 我们当然还有 别的一些事项 8月26日 甲公司与其全体股东协商 由各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 同比例增资的方式 解决生产线 建设资金需求 8月30日 股东新增投入 甲公司资金是3200万 甲公司将该部分资金 存入银行存款的账户 9月1日 生产线工程开工建设 并于当日 即12月1日分别支付 建造承包商工程款 600万元和800万元 甲公司将尚未动用 增资款项投资货币市场 月收益率是0.4% 甲公司对该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如下 是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 它是这样 借记银行存款 代方资本公积 就是说所有的头的 反映到资本公积里去了 如果没说在工商办理增资这个手续的话 反映到资本公积没有问题 就不用去把它反映到实收资本里去 然后说发生的支出 借资金工程 代银行存款是1400万 就实际发生的支出 接下来做了一笔 借银行存款 代方代资金工程 还把这个数字呢 怎么来的 给了一个计算 就是未动用的这部分款项 取得的收益 然后借银行存款 代方代资金工程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不行 因为只有什么样的 才会充资金工程 只有专门借款 才可以 如果不是专门借款 根本不行 所以要先说 他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闲置的利息 那要充减财务费用 他根本就不属于专门借款 只有专门借款 才可以充资本化金额 这是一个投资者增资的 根本不是专门借款 那我们更证实很简单 借方借资金工程 代财务费用 不应该往资金工程里寄呀 我们应该是要充减的财务费用吗 所以借资金工程 代财务费用就完了 这是15年考试题 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 与这一部分借款财务费用相关 但是我明确的 他根本就不应该充工程成本 这是要明确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张借款费用的确认 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资本化 什么时候暂停资本化 什么时候停止资本化 要会判断 借款费用的计量 那这一部分 专门借款跟一般借款要分 对于专门借款 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也说了 每一段都可以用 利息费用扣掉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来算 而对于一般借款 超过专门借款部分了 占用一般借款 计算时把它折算成 所计算期间的最开始 那就要超过专门借款部分 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然后乘以资本化率 涉及到多笔的话 要加权 那一般借款算费用化金额 一定是总数 总的利息费用 要扣掉资本化金额 这样来进行计算 那对于外币 只有专门借款 本金汇率超过资资本化 一般外币的借款 就直接费用化 那把这些掌握了就可以了 好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